陳哥現在你都要回歸六年 再度舉辦的簽唱會心情怎麼樣 覺得很開心 然後看到很多陪我很多年的熟悉的粉絲 然後就覺得很開心 就是我們有一個新的回憶了 對 然後也很開心辦得成 因為已經好久沒有辦簽唱會 然後現在的人其實也比較不會用CD來聽音樂 所以我其實一度有擔心的 但是沒想到今天還是成功的完成了簽唱會 我覺得非常難得 那因為專輯是走心嗎 那你自己是一個容易走心的人嗎 算為容易走心 那今天有讓你走心的地方嗎 其實今天我剛剛看到李玉璽的時候 我就想起我們以前就是在老英士少的時候 最走心的是他的身高 因為他真的特別特別高 不是我們矮 不是我矮 是他真的很高 是他真的很高 然後每一次要合照的時候 我們就會很覺得說 啊 這樣站在一起會特別顯得我特別愛 可是我剛剛他一上台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情就看他的鞋子 那我說天啊他也太貼心了吧 他今天竟然穿真的平到不能再平的鞋子 然後我感覺有一種回到以前老英士少的那個上台模式 因為我們都會穿有根的 然後他就是平底鞋 對 很貼心 那因為前陣子403大定陣嗎 那第一陣當下你在做什麼 我那時候在家裡 然後我就是在一個好像睡醒又還沒睡醒的狀態 然後我真的嚇一跳就衝出來 然後我就第一個是去檢查我的狗狗 然後結果我兩隻才才就是有一點躁動 就走來走去但是沒有任何反應 但是我呢就直接抓著我的沙發 然後就是蹲在地上然後就等他結束這樣 然後一直叫我的狗狗的名字 對我真的蠻怕地震的 那一次真的很大 那前陣子你是確診啊身體狀況還好嗎 呃其實確診之後真的有一點點的後遺症 然後就感覺比較容易喘 然後比較容易過敏 就是氣候有一點變就會卡彈啊什麼的 但最近已經慢慢的在恢復中了 所以希望可以趕快完全康復 你們預計什麼時候最快要開眼床 我剛剛有聽到粉絲在台下還很大 我去年有辦了演唱會 然後其實也蠻好的那場演唱會 用了很多心思 然後穿大蠟這樣 然後就覺得說是一個進步啦 然後自己是期待說我的這張專輯發行了之後 可能成績很好的時候再想可能辦一個慶功演唱會 這樣子但是目前還在想啦 所以希望希望很快有演唱會 我一定第一時間跟大家說 那三週一天天它會很熱 有沒有準備什麼法寶嗎 因為它必須要做一陣子 我其實知道今天一定會很熱 因為這兩天真的很奇怪 忽然很冷忽然很熱 很熱 所以我就想說 趙醫師幫我準備的衣服 我就選一套就是薄紗這樣 想說應該不會熱 但其實沒想到它完全黏在我的皮膚上 然後我的外套是 萬一今天變冷了 我還有一點外套的保暖 結果我覺得完全失策 對 現在就是一個提早過夏天的概念 但還好我今天的狀態就是微辣 所以我覺得還蠻符合夏天的感覺 有可能切到一半脫 不會 我等一下就換衣服了 現在是為了新專有特別練身材 對不對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有什麼控制飲食啊 或是怎麼練 我其實一直有在維持啦 我之前是為了演唱會 然後想要有一個身材的大突破 那我一直都很努力在維持住 因為其實好不容易把體脂練到七點多 單速 然後看到它 就是你要從雙數練到單速其實很慢 但是你要從七點多吃到十 是很快的事情 所以我現在就是盡力的維持住 然後等到這一波宣傳啊 都忙完了 再努力的把它變回七點多 但是很可惜我前幾天去測了 我已經雙數了 我現在是十了 所以心情就是覺得說 啊怎麼那麼快就雙數了這樣 對